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用到任何的面粉 取代面粉是鸡蛋加上肉 加上菜 加上那些调料 就特别的披萨 那不就是摊鸡蛋饼吗 管它呢 操作起来 一会儿你要吃披萨啊吗 好 我们准备一个空气炸锅专用的一个烤盘 垫一个这样的烘焙纸 在烘焙纸上再喷一层油 先放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在卡斯科买的猪肘子肉 尽量把它分布均匀 这个葱花用之前呢 我们先给它拌一点橄榄油 空气炸锅最高的温度呢 是400华氏度 我们先用这个温度烤三分钟 好 三分钟以后呢 可以看出这个肉里边的油就慢慢的出来了 然后葱花也变得挺香的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撒一点起丝碎 再烤两分钟 同样的温度 好 我们现在就准备三个鸡蛋的蛋液 稍微的调一点点盐 撒半勺鸡精打散 看 我们又烤了两分钟 这个起丝已经状态很好了 这时候我们直接把蛋液倒进去就可以了 放到锅里 还是400度 5分钟 5分钟及时已到 叨叨 瞧瞧 为了让它更像披萨呢 我们可以再继续下一步加工 超市里都可以买到这种披萨酱 也可以做一面啊什么都可以 加点起丝碎 上面的一层 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 这是给宝宝吃的 宝宝也太秀 谁还不是个宝宝 嘿 这话我爱听 只是说我 然后罗乐叶 撕出来的我感觉更香一点 而且更接地气 然后我们再上面 还啥气色啊 对啊 最后我们再撒一层青椒碎 青椒碎也是拌过油的 现在就想吃了 对啊 四滴呢 最后的阶段呢 我们还是用同样400度的温度 去烤它个6分钟的时间 咧 不知道 请 咧 赛 这么大口 哎呀 是吗 我 鸡 嘿嘿 嘿嘿 嗯 嗯 黑 吃完了 惆怅了 好不好吃一目了然 你给我留点行吗 这个青椒烤过之后呢 就特别的香 然后肉又嫩又香 再加上滑嫩的鸡蛋 已经烤好的起司 为啥要生我的气啊 你老吃不给妈妈吃 我这是工作 这么好的工作为什么不让妈妈来做 这道菜是老萌我的原创材 我们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在每周更新2到3期 关于美食或者萌娃的视频 拜拜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本集完 请不吝点赞 赞 订阅